嘿嘿 欢迎回来星期二 你知道吗 在丽江 有很多家餐厅都卖类似的食物 但是我们要找的是 那种让人感到温暖 舒适的味道 今天 林可寅要带你们去丽江古城外部 看网络推荐 以忙和开箱我们的晚餐 我们刚刚发现了一家小巷边的餐馆 里面有卖小笼包 炒饭和粥 这些简单而美味的家常菜 让我想起了在家乡吃的味道 所以 我们决定选这家来试试看 看看丽江的家常便饭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跟着我 一起探索这家餐馆 品尝美食 感受家的味道 如果你也喜欢家常菜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和生活的故事 现在 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蛋炒饭 嗯 嗯 嗯 利利分明 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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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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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菌菇粥 就是他们这里的招牌 嗯 嗯 不错 那味道 香甜 有 菌的味道 这是加的 啊 这个 麻椒的 都很不一样 不然你喜欢吃辣的 这个 你可以试试看 热乎的煎包哦 这个就是招牌圣煎包 这个是用鸡蛋去煎的 然后它里面的那个肉是新鲜的 不是 他们说这家老板自己本身是养猪的 所以他的猪是自己本身长的 所以新鲜 你们看 我们看 这家老板 我们看 这家老板 你们看 所以很快